咱们今天夏天的转会市场显得特别的热闹 不像往年 其实过去几年偶尔也有几个大的转会 但是绝对没有像今年这么热闹 今年主要还是有沙特的介入 导致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这种大手笔 我们看到了 有人说可能会堪比之前中超的景象 但是我给我看来目前沙特的这种演员 这种从欧洲五大联赛买当打之年的这种主力球员来看 我觉得是要超越 是远远超越当年中超的这种疯狂的 沙特这边简直他不光是疯狂了 有点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关于沙特呢 我觉得我再等一等 好吧 因为我感觉呢 还会有更多更劲爆的这种转会传闻 现在目前为止啊 咱们看到从世界背后C罗转过来 然后呢是本泽马坎特 前面呢 这两天又有齐耶赫 是不是 然后呢 卢本内威斯 这可是葡萄牙当红国角 之前 中超呢曾经引进过什么奥斯卡呀 特谢拉呀 但其实说实话 这些都是相当于巴西的这种边缘国角 奥斯卡可能算是主力 毕竟参加过世界杯嘛 但是整个这个规模 绝对不会像现在 你说沙特连C罗都弄来了 对不对 像本泽马坎特这种全都弄来了 所以呢 大家那个烧恩物照啊 咱们可能找时间专门做一做 今年的这个转会 然后呢 我其实最近两天想到了什么呢 就是去年的转会以中锋为主 咱们看到像什么哈兰德 像努涅斯这两个其实是去年转会里面最容易被人联想到的 很长一段时间哈兰德跟努涅斯呢 会被大家拿过来互相对比啊 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比的这个必要性 哈兰德就是他其实应该跟姆巴佩相提并论的 努涅斯呢 很多人主要是他把努涅斯的这个期待值拉的特别高 导致呢 嗯 他可能表现没有达到那种一线前锋 就顶级前锋的标准 但我个人觉得我始终认为努涅斯是一个还不错的球员 努涅斯这种球员 如果你拿超高的这种标准 拿到这种欧冠冠军的标准 英超冠军的标准来看的话 可能他确实还不够 再一个就是他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利物浦的体系 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努涅斯的视频 我说我看看努涅斯是不是水货啊 其实我给他定了一个标准 就是说一个赛季如果能在各项比赛中打满15个进球 进了15个球 我觉得他就算是达标了 就算可以第一年咱们不过多的去要求 对不对 之前买过这个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他最后也是第一年适应了一段时间 第二年才开始爆发 所以努涅斯呢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努涅斯他的这种语言 他的这种文化的融入 因为毕竟之前在葡萄牙 像什么包括西班牙的话 对于南美球员是更加的环境友好的 英国对于很多南美球员来讲 如果你的这个语言没有那么的过关的话 可能对于文化的融入会很困难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努涅斯是一个很明显 因为努涅斯相当于是我说过 他的大脑比较单纯 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然后比较容易有一些情绪化 如果有好的指导指引的话 像特别像克罗普这种的 他会有还不错的发展 我觉得但如果可能一旦他自我放弃的话 可能就会因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觉得不是很强 努涅斯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强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成为一名顶级的球员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成为姆巴佩哈兰德这种级别的 但是在中风西缺或者说前风西缺的环境之下 我其实现在越来越觉得利物浦去年签下努涅斯 花了是8000万还是8500万 是一笔还不错的买卖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去年大家都在抢中场 包括什么琼阿梅尼 利物浦可能缺少中场方面的引员 导致今年的崩溃 成绩不理想 但是利物浦打了一个差价 其实今年的转会最值钱的是前锋 最值钱 因为当下的好前锋好中锋 特别特别的少 其实真正在市场上的一流前锋只有凯恩 你能买到的只有凯恩 你说其他的 有人说来万 本子马刚走 因为这个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不会有更多的一流的球队会去买他 来万年纪说实话也不小 他想说转会也不太现实 剩下就是姆巴佩 姆巴佩这边也表示了自己要多在巴黎待一年 其实目的很明显 他想自由转会 像姆巴佩这种新一代的这种球王级别的人物 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自由 他挣了多少钱无所谓 其实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来讲 他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挣钱挣多挣少 他不可能挣的少 但是对于他来讲 转会费是一个巨大的拦路 所以他们想要有自由的 自由身 然后去挑战自己 他想要选择权 他想要自由 如果是今年转会的话 你没有一个亿是带不走姆巴佩的 虽然合同是最后一年 你没有一个亿还是带不走他 没有几个俱乐部能花出这么多的钱去引进姆巴佩 但是如果姆巴佩可以自由身离队 那就意味着球队在引进姆巴佩这种级别的球员的时候 他不需要花太多的转会费 那么转会费低的或者是零转会转会费的球员 他的工资相对来说就要高不少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买你的时候 我没有花太多的成本 那么我签你的时候我的签字费 我给你的签字费 我给球员的工资就会大幅的提高 摩巴佩工资肯定不会低的 但是如果能够免签撸来 很多球员会得到比较大的合同 那么这个有点扯远了 就是当前我的意思是什么 当前不光是中锋 不光是中锋 就是好的前锋都不多 特别是今年转会窗口 今年转会窗口咱们看到了 有很多的传闻都是中场 今年中场其实是挺多的 挺多选择的 像利物浦刚刚引进了麦卡利斯特 对不对 然后他们现在的目标在于 像科内这个传闻 科内 图拉姆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 包括现在有巴雷拉 国米的巴雷拉 然后现在这个夏天的后卫 其实传的绯闻也挺多的 格巴雕尔 这都是顶级的后卫 对不对 然后廷贝尔包括这叫什么范德文 这都是一些最现在比较火的一些新星 叫做新星 所以中场后卫 当你选择多的时候 大家就会互相看看价格 这个价格就不会太离谱 其实我觉得挺离谱 英超之间 你像赖斯 像什么凯赛多 都都是顶级的这种中场球员 也是奔一个亿要嫁去了 但是你的选择可以很多 你比如说像赖斯凯赛多 咱们一个亿买不起 你像利物浦这种转头 走向了图拉姆 走向了科内 这些球员相对来说更符合利物浦的胃口 并不是说他们能力要多强 只不过是性价比更高 很多球队都花得出这个钱去引进 这个剩下的就是看谈判了 但是现在能进入市场里的前锋并不多 所以现在就看到了利物浦 为什么说在去年打了一个很好的差价 他们在去年引进了前锋 没有引进中场 那导致今年的成绩不好 但说实话 如果把努涅斯留到今年 本菲卡再给他多留一年 努涅斯可能就要奔一个亿去了 一个亿能不能挡住 我都怀疑 因为他的母队 像本菲卡 他们要卖拉莫斯 世界杯上葡萄牙的拉莫斯 拉莫斯给我的感觉 他在本菲卡今年的时候 他是作为努涅斯的替补 他是一个替代品而出厂的 表现还算是可以 但是他没有努涅斯表现的好 他整体的这种速度 身体数字 包括各个方面 他照比努涅斯而言 我觉得潜力是不够的 但是即便这样 缺前锋的俱乐部 今年特别多 黄马咱就不提了 是不是 刚走了本泽马 连个前锋都没有了 这正牌能踢前锋的位置的人都没有了 曼联一直缺前锋 包括我们说阿森纳 他为什么要引进哈夫茨 是不是 一个是热苏斯他的伤病太多 踢一场停一场 踢一场 热苏斯在曼城的时候 就经常在病床上躺着 所以阿森纳他必须要引进一名 能打的能当打的这种 至少能在前锋那个位置上 你踢什么不重要 哈夫茨很显然 阿森纳引进他 他不是为了让他踢前锋 只是让他在前锋的这个位置上 去干很多影风前腰干的事情 更多的负责最后终结的是 萨卡马丁内利这样的球员 我们都知道哈夫茨的 在英超这三年数据 非常非常的一般 包括他在国家队里面 也是相当的一般 射门并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他的无球跑动 他的牵制 他的传球还是相当可以的 包括他的防守方面的贡献 这都是阿森纳所看中的 这样的一个球员 他都给五六千万 像拉莫斯 像那个之前法国队 就出了那几个 其实还是半成品的一些前锋 当下都要奔着八千万去了 那我们看看 利物浦眼睛的努涅斯 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值了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看法 利物浦在打了一个差价 然后今年利物浦在中场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 他可以去货币三家 其实我作为这个利物浦的球员 咱们都知道 分威呢 你想让他大手笔的投资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货币三家 他就可以把价格往下压一压 能三千五万三千五百万买呢 咱就不花五千万 是不是 这是分威的一项的原则 性价比高才是他们的 他在这个选择 虽然作为球迷来讲 看到这一点呢 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你这个谁样分威是老板呢 咱们球迷呢 只能说寄希望于这个球队 多多的去在演员方面 多下一些功夫 好不好 所以说一下我自己的小小的看法 那么转会呢 其他方面的东西 其他的俱乐部 其实我下一个视频 想聊一聊切尔西 咱们看看切尔西 我为什么说这个球队呢 很让我失望 下个视频呢 咱们好好聊一聊 好吧